我們開23瓶 他說現在有個熱氣球 這氣球質量是100公斤 他現在要將一個 這個60公斤的人 這個M-Bruns 60公斤 要能夠把他載上去 預支池60公斤的人讓他上升 那這樣溫度要增加到多少 那我們先問說 他要足出多少空氣來 才能讓這個人上升 他足出這個空氣的質量 應該要能夠跟這個抵消 氣球跟人的質量抵消 也就是ΔM 足出的空氣應該是要等於 60加100 也就是160 現在就是說 你要如何把這個空氣塗出來 你就給他加熱 加熱完以後 這個密度會減少 裡面的空氣質量會被塗出來 被塗出來的空氣質量等於多少呢 等於是1減掉T1至T0 乘以他原來的這個質量M0 原來質量M0等於多少 是等於那個R0 就是溫度0度C時候的空氣密度 再乘以多少 乘以那個體積V 所以就是500 好 那這樣就可以把這個溫度算出來 這是160 160 160 等於1減掉273 所以T 再乘以M0 M0是 剛剛算出來500 又得到1減T分之2 73 等於 50分之16 好 那 這等於多少 2 286 25分之8 那 這個等於多少 就得到 T分之273 等於 1減24分之8 24分之25 減8 77 2減17 那T分之3 那T分之3 T就等於 273 乘以17分之25 那這樣 25 乘以273 53 15 35 36 13 23 26 14 5 12 8 6 8 2 所以 17 4 47 28 6 0 1 17 8 0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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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 3 37 21 45 還是 4 47 28 68 40 1.4 40 1.4 再扣掉 273 減掉 273 7 8 9 9 62 18 128 0 0 2 1 18 18 128 16 谢谢大家